我們繼續請Raymond和馬小姐跟我們分享研發的經歷 我也想請Raymond介紹你自己的學術背景 研發機械手的初衷和團隊的情況 其實我也是香港準大 土生土長 當時讀大學 讀電腦 在1997年之前 電腦比較輕盡 現在大家做AI 其他東西 當時找工作不難 挺好 但當時想想 除了找工作外 有沒有其他工作 當時做得比較多 做一些義工 去到老人中心 去到老人中心之後 搞活動 讓老人家開心一點 看看能不能幫他 其實很多時間跟老人家聊天 但跟老人家聊天時 玩時開心 但有時跟他們聊天時 他們可能會不開心 或者會哭 有時問他們為何 都很淒涼 自己一個人經常去老人中心 或者有時都要其他人照顧他們 有時其他人就跟我說 既然你們的年輕人這麼聰明 可不可以做些東西幫我們 我不是要你來幫我 是你做些東西幫我們 所以當時就想想 有甚麼可以用科技好 用甚麼都好 可不可以幫助你日常生活 或者讓自己人好一點 那不就不用理會其他人那麼多 這樣才是真正的快樂 所以當時就想怎樣做 讀完大學後就發現有一個太古的基金 就是獎學金去外國讀書 他們就很有趣的 去英國就任意讀甚麼科都可以 只要關於工程就行了 那時就看到有一個叫做生物醫學工程 我說 我也不知道甚麼 香港還未有 我說 挺有趣的 原來可以將一些工程的結合給別人 我覺得這有幾個才能 那時就膽粗粗就拿到獎學金 就讀一科 自己都不知道讀甚麼的東西 究竟是做一些複製羊 還是做些甚麼出來 去到那時就看到有些就是直追受損的病人 即是四肢不能動 或者半身不能動的 怎麼幫他走回路 那時就這樣 可以用一些學到的工程 電腦的模式 去幫人重新用一些機械幫他走路 所以那時就從此開始了一個機械跟人結合的研究 回到香港 可能直追受損的人數就沒有那麼多 最多就是老人家中了風 所以就開始一個中風的研究 這就關於自己的背景了 做完這些這樣的研究之後 也都比較有趣的就是有時做學術的東西 可能就轉之後 啊 挺好的 可能我們就會發一些文章 做另一件事 但有一次 有一些中風患者就說 你的研究不錯 我們都進步好了 他就問 可不可以拿些東西給我回家用呢 我問 研究的東西就是研究啦 回家用是要有責任的 怎麼可以確保那個產品的安全和有效性 我很記得那個總風人士就說 既然是這樣的時候 不如你去做一個又安全又可靠的系統 賣給我們呢 那時在說十幾年前 就說 蛤 哪裡賺錢啊 那時就自己膽粗粗就去大學問了 不如你給我一點錢就去做 那學校的時候 你又不用申請 你寫個計劃來看看 那時已經寫完之後 他們就說 也好啊 當作供益慈善 你就去做一下 就開始做一個創科的生涯 那時候做了之後 真是第一批就給那些中風人士 有些中了那些系統 大概十年了 就是幫了他們日常生活 有些我們這些系統是幫他們走路的 他們可以很開心地 做好個機器去女兒的婚禮 婚宴 有時候覺得可能你做到的事情 不只是幫他們好一點 而是人生最重要的時刻 都可以幫到他們 那是很感動的那些事情 到近期的可能我們就會繼續研究 因為其實有不同的材料 問題仍然可以解決 那就會挑戰一些高難度的 可能做手啊 或者不同的日常生活動作 可以跳開這些困難或難關 當然這些研究不只是我一個人可以做到 我們都是一個很好的團隊 我們有些可能是工程師 現在香港有些叫生物音樂工程的 我們找一些生物音樂工程師 即我們的學生一起幫忙 有些可能是我們的博士生 有些我們可能是國內的 有些叫專才 高才 也會叫你一起來 也有些可能讀完我們的碩士 好像馬小姐讀完我們的碩士課程 有些相關的 關於Marketing的經驗 會參加我們的團隊 嗯 非常之好 聽你的故事 是一個又結合了你個人的經歷 同時又是對社會很有益的一個故事 就是有貢獻的故事 那我也想聽你談一談 就是講一講商品化的 因為其實大家都會講 覺得香港的創科商品化很難 那我也想聽一聽你怎樣去推 就是將這個產品商品化 那每個產品商品化的情況 都是看回市場 是的 那市場其實就會是 醫療的市場都是以醫護為主的 就是可能醫生覺得那樣產品是好的 那那家人的家或家人就會買 那要醫生去認可一件事情 那其實就要有一些臨床的數據 那還有有一個生產的平台出來 那你知道香港其實醫療的體系是不錯的 但是那些醫療產品的設計 或者醫療產品的註冊那些 其實就會是落後了的 那你說現在我們譬如 那些醫療器有沒有立法規管呢 現在都沒有的 那變成我怎樣知道那樣東西 是否安全啊 有否效呢 那你要繞一圈去到可能歐美那些市場 那些人拿了認證回來才拿到那個註冊 那所以就變成有時就會比較困難 就是對我們的科研 那如果你有數據了 又有這樣的認證 那會容易讓醫護去用 嗯 明白你的意思 或者我們可以請馬小姐來講一講 因為馬小姐是做Marketing 是的 你在推這個產品的時候 去做Marketing的時候 有沒有遇到一些困難呢 嗯 其實是有很多的 同其他的初創公司一樣 我們也遇到了很多的困難 但是我們比較幸運 因為得益於 Ramantown教授 他過去十多年 都是耕耘在中風康復領域的 我們和香港當地的一些康復機構 一些NGO中心關係都非常的好 一直保持著良好的合作 所以我們這個產品 它在設計 以及用戶界面呀 還有就是訓練模式上面 我們都參考了超過30位 當地的專業康復治療師的意見 以及一些中風患者給我們提意見 所以我們這個產品 從它最初的prototype 到它最後成為一個產品 整個過程中 我們都是從用戶的角度去出發的 這樣才能設計出真正符合 它們需求的一個產品 是 原來都是因為你當年做義工 積累下的這些人物 都是的 他們不介意做這個測試者 我們有時候說 有些東西給他們試 可能你打電話 可能下個星期有10個月 幫他們試一些不同的產品 因為那些東西是真正正的給他們使用的 如果真的幫到他們 其實他們都是一個受惠者 明白了 我們真的看到科技在改變人的生活 和幫到人 我也想問一問 從研發到試驗 和再到落地的商品化 其實有沒有獲得一些持份者的支持呢 開頭的時候其實經費都未必很多 可能大約有些支持 但最關鍵可能就是政府 現在就有創科局 我們拿了資金 開發了第一代的軟體機械手 其實開發之後 都要繼續做下去 也都現在有一些叫做創科的基金 都是政府和大學的 我們就拿到大學的配對 我們就可以開始推出市場 最後我們都很幸運 我們就入到這個科學院 這個枯化的鏈那裡 我們就現在有一間初創公司 所以其實我覺得 過往的我們都有一些不同的初創產品 但是要真的有公司 真的落地 其實都是需要資金 就比較困難去籌備 現在就有這樣的機會 其實就會幫助多一點 明白明白 所以團隊或者是說初創公司 有這間公司 未來的計劃是甚麼呢 是有些甚麼 可能有甚麼需求 比如說資金上 或者是有沒有合作的需求 可以說一說 我們有甚麼需求呢 其實我們希望市場就大一點 因為其實香港一個很小的市場 只有七百萬人 那會不會說去各國市場 或者是全球市場 因為其實歐美其實都有很大的需求 所以我們就會想打入那些這樣的市場 而可以去到市場 其實就只有香港一個小的團隊 就做不了了 所以我們想有一些不同的持份者 有些可能是資金上的持份者 可以將一些東西做快點做大點 主要就是在那個推廣 Service Support 和那個Tuning那方面 我們想做好一點 那第二樣的就是 我們會有些叫做Strategy Partner 可以一起去合作的 譬如他已經是在賣的那些產品 或者相類似的產品 在譬如歐洲市場的 會和他一起合作 那他們就有那個渠道的銷售 當然最重要的是 我們有些外田所提及的那些醫療的認證 要去美國的市場 那要取得到美國的FDA 那歐洲的可能是有CE的 其實我們要有些不同的伴侶 那當然這些東西 未必就是香港的少少錢可以做到 所以要一大群人一起做 但是我覺得現在最關鍵 就是我們是否可以證明到 給其他人看到這件事的實用程度 而且起碼香港的 很多中風患者都喜歡去用 醫院都喜歡去買 那我覺得這件事很重要 明白 你剛剛提到醫療認證這個點 我都挺好奇 那現在目前 比如說你要拿到歐美的認證 才可以在香港使用 那些事情 那其實目前你們拿了哪些地區 或者國家的認證 香港很有趣的 它有一個叫做自然性質的申請 其實現在沒有立法規管 所以現在你拿這些醫療去用 其實都是可以的 當然如果你是醫院的 當然要醫生的認可才行 可能有一個部門去做這樣的測試 或者檢測 但是如果你說去歐洲或者美國 那一定要拿到當地的那個認證 所以現在其實我們也找到一間公司 一起去搞那個認證 希望可能那個認證都要搞半年至一年左右 但是搞完之後 那個消息程度就可以去到歐美市場 或者台灣國內都可以 明白 希望可以幫到更多人 一來就幫更多人 因為中風沒有分地域 全世界都很多人中風 另外就希望那個 因為我們都是這個產品有那個優勢 我們可以打到其他的市場 即不是只是香港的市場 明白 據說你們其實除了手的產品之外 是會還有其他的產品 分辨其他地方 是的 中風 譬如你知道就是 譬如中了左邊腦的中風的話 其實右邊身就影響了 可能不只是手 可能腳也會影響了那個頻路 所以我們就會設計一系列 不同的機械手 機械腳 幫人去做那個動作 可能腳會變差一點的 可能有些會幫你走路 走路那個時候就會有一點點難度 因為始終你的安全性 如果你走得不好就會跌倒 很危險 已經走得有問題了 你跌倒更加麻煩 所以我們要經過一些臨床的測試 才可以推到市場 所以現在我們做得比較多的就是做手 或者一隻手肘都會合作 嗯 明白 那其實你是怎樣看待 或者是樂迷科技的這個在香港的發展 其實樂迷科技對香港人是有個適切要做的事 就是人口老化 現在的長者都是很精靈的 有很多資訊 其實他們都會去找不同的東西 讓他們自己的生活怎樣 繼續可以保持著高質素的生活 就算譬如中的風或者有什麼東西 其實都會找到科技去幫他康復得好一點 所以現在香港人說香港人很潮的 有什麼新東西就想試 想用的 所以我覺得如果樂迷科技 香港現在有一些新的創科 其實可以讓他們馬上去試 因為他們不介意去試 也都說正好 馬上用 馬上有一個幫助 所以樂迷科技發展其實在香港 我覺得其實發展的機會比較大 而且也會比較快速 因為現在很精靈的 你問你的手機可能不比我的手機更潮 今集時間差不多 我們多謝Raymond和馬小姐 跟我們分享這麼有趣的機械手 我們跟觀眾朋友一起吃拜拜 下次再見